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唐佳龙 今天星期二 很重要的星期二 因为这个星期二 2019年来了 2018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 事情太多 那我曾经讲过说 未来的历史 如果像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方式 要被年表 哪一年哪一年是重要的年份 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被年表 那2018年一定是一个 值得你背诵的年份 但是动荡的2018年过了 2019年呢 就我个人来讲 2018年 2019年会是更动荡的一年 全球伦理 正在崩溃的过程 因为 因为川普的出现 全球政治在2018年 很明显的第一个向右转 不只向右转 而且呢 极端右派出现了 你可能不太知道 什么叫极端左派 什么叫做极端右派 那简单讲了 极右派 极右派在二战 二战之后 都是备受压抑的 这跟二战的基本的格局有关 因为你在 你在讲的纳粹 你在讲的希特勒 你在讲的莫索里尼 你在讲的日本军阀 这都是右翼政治的 极端右翼政治的代表 因为人类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夜 在右翼政治这件事情上面 吃了太多亏 受了太多苦 所以听到极右派呢 都很恐慌 所以极右派的政治呢 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夜 即使偶尔会冒出头 但是备受压抑 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 压不住了 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 你就必须要知道 他里面有高度的风险 好那 川普所带来的全球的 政治伦理的崩溃 重组 二零一九年会持续 因为二零一九年 会是选举年 真正选举是二零二零了 但是二零一九年就开始 全球的 全球的政治都开始面临到 改朝换代的一个选举的压力 好所以迎接二零一九的时候 还是一样 系好安全带 做好 因为 会很波动 波折会很多 好 不管怎么样 今天是民国一百零八年 二零一九年的一月一号 我们照表操课 那 二零一九年 民国一百零八年 非得早餐的第一位的来宾 拍拍手 长时间 为非得早餐的听众们服务的 而且 这个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的 李家伟李教授在我们的线上 李家伟早安 早安 向龙兄 由此荣幸 当作你 三年的第一位来宾 拍拍手 真好 我直接给自己拍拍手 真的 而且 而且这个 因为 因为非常 非常有养分的单元 那 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刚刚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就边翻 边翻科学人杂志 因为 因为这几科学人杂志 因为一月一号 所以到我手边的时间 很充足 所以刚才翻的时候 我觉得真好看 我就有好多的新闻 我都觉得太有趣了 虽然他的 他的封面 封面故事呢 我一听到量子物理呢 我就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那个实在是不太容易去 用口语 用广播去解释 让大家听得懂的事情 不过呢 这一期的这个科学人杂志 2019年1月号的科学人 量子物理不可解的问题 不过呢 今天在访问李家伟李教授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从封面故事开始 我想 我想先 先从另外的一个 一个主题 狂犬病 狂犬病毒 那这狂犬病毒 因为前几年台湾 也遭遇到了一波狂犬病毒的恐慌 因为有一些的幼欢 我们说的幼欢被发现 那些幼欢看起来不太正常 那他会靠近人 那吃牙裂嘴的不太怕 那甚至于呢 发现路上呢 有这种的幼欢 或者说这个 这个果子梨白鼻心 那这个暴毙死亡的尸体 好这个新闻曾经宣腾一时 那大家就开始呢 进入到了狂犬病的恐慌 甚至于呢 我有朋友 我的一位来宾 那帮我们分析了 这个体育新闻的熊长城 他有一次到台中的时候呢 被狗追 被狗追的时候呢 狗可能咬了他的脚一下 吓死了 赶快的送到医院 打这狂犬病疫苗 好那台湾几年前的时候呢 因为这波的狂犬病的 这个就说呢 恐慌 所以大家对狂犬病突然又有感觉了 因为很久很久台湾好几十年对狂犬病几乎已经忘了 不知道呢 有有这种的恶性的传 恶性的这种的 这种的所谓的流行病 好那这一期的这个科学人杂志 里面除了有这个神经科学上面的狂犬病毒改邪归正这个主题之外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李家伟李教授呢 在他的总编辑的话里面 因为对李家伟来讲 他的总编辑的话太好写了 因为他的故事太太多了 什么事情他都信手拈来 都可以写一大篇 那这个故事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从了总编辑的话 李家伟李教授 你们家里面的跟狂犬病 跟狂犬病毒对抗的经验谈起 好不好 你讲的好惊悚啊 对啊 这这这很恐怖啊 我如果我如果是 当然如果有有些人如果 如果看到蝙蝠不会怕 那你当然就不知道那个有有多多可怕 可是在台湾或许还好 不过在美国蝙蝠是狂犬病毒的非常重要的感染源 对不对 就是如此啊 所以在美国这是一件非常严肃面对的事情 这个话说二十多年前台湾没有狂犬病的威胁的时候 有那么一次有只蝙蝠飞到了我清华大学宿舍的房子里头 那每天晚上就在房子里头盘旋在盘旋 怎么样子都送不出去 隔了几天不见了 再隔一年 在我们家的储藏间里头 一个脚缸架子上头倒掉的一只干扁的蝙蝠 这有点好像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家会一样 因为他实在栩栩如生地挂在那里 变成一个天然风干的标本 所以孩子们都很念念不忘 长大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每一次回到学校的宿舍里头来看我 都要去瞧瞧那个蝙蝠 结果没想到 今年暑假的时候 我的小儿子在康迈尔大学教书的那个李飞伟 他很紧急的传了一个视讯给我 说他们家也有蝙蝠了 结果没想到 境遇竟然完全不同 他的警觉性很好 他就打电话给那里的一个叫做24小时的蝙蝠热线 在台湾从来没听过吧 对他们的地方政府 可是你孩子住的这个其实是一个small town 是一个 完全没有过曾经有过狂犬病的威胁 但是整个美国有如此高的警觉 各地都有蝙蝠热线 也因此呢 谁只要有这种疑虑的话 他怎么过 我认为大惊小怪 蝙蝠在屋里飞下 结果他说不然 这个蝙蝠热线人告诉他说 这个蝙蝠如果不小心抓到人爪子 或者错意粘到的话 如果他是代言者的话 那么就有得病的威胁 所以全家三口带着我那个 几个月大的金孙呢 就到医院里头去打狂犬病 疫苗去了 谁打四针啊 对对对 两个礼拜里头打四针 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回到家没想到 正好一开门 就看到他们家的猫 他们从内疾了 我也不晓得 我儿子也不喝米酒 他喝菌 他喝什么酒去 他喝五粮意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把他叫米酒 那猫叫米酒 米酒正好 演出一场戏 在楼梯上 凌空一跳 就把那蝙蝠给打在地上 蝙蝠就被装到笼子里头去了 这时候再打电话给蝙蝠热线 人家说把你们家的猫赶快送过来 打预防针吧 虽然我们叫狂犬病 因为平常我们接触犬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叫狂犬病 但其实会感染狂犬病毒的不是只有犬 那在美国蝙蝠呢 是感染的大宗 另外猫也会 人也会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猫狗 这些宠物都固定每年要打预防针了 你不能给蝙蝠打预防针 所以这一来 蝙蝠就变成主要的代言者了 没想到账单收到了以后 下一条自己不必付费 但是高额的费用 明白了写在上头 要两万四千美金 这才是惊悚的原因 他们打个疫苗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加一只猫 猫要自费 猫必须要自费 那就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打疫苗要两万四千美金 由康奈尔大学的保险 医疗保险付到绝大多数了 那么剩下两千多呢 那个是由 County Government 就是那个郡政府 县政府给付掉了 可是怎么可能 美国的医疗系统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才三个人打疫苗而已 要七十几万台币啊 七十几万台币 就是向隆兄算了对 那么回头看看 据说今年 全球对于人打的 活着的这种疫苗 人打的狂犬病疫苗呢 是缺货了 那缺货的情况底下 台湾显然没有足够的警觉心 我们进的量不够 所以这一来 你刚才说 你的朋友被狗追了 那么他紧张的就去打个疫苗 其实那时候是存货货的时候 如果现在按照新的标准 人家是不给他打疫苗的 要把那狗关起来 关个几天 看他有没有发病 发了病以后 这个人还打疫苗 因为我们疫苗缺货嘛 那可能狗还没有死 人就先死了 不 他前提是 因为人发病保慢一点 狗发的快一些 所以关个一个礼拜左右 狗没发病 这人就不必打了 但是 你叫这个人那个礼拜怎么办 因为判定要不要打 变成一个医院跟政府决定 因为我们现在缺货 显示台湾现在的这种警觉心 以及这种防疫的管理上头的 制度上头 不够健全 这个跟我们现在整个中央政府 失去了效率跟能力 似乎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不晓得待会儿谈什么 但是我想预告 下一期科学人杂志 有一篇专访 是我在两个礼拜前 去专访科技部部长陈良基 这个背景是 上一期科学人 我们登了一篇文章 世界各国在科学研究经费上头的现况 那么也同时写了台湾目前的情况 科技部 尤其部长看了以后 显然有话想说 所以主动联络科学人杂志说 可不可以让他发个声明 我们说不好吧 声明就是一面倒登你的 让我们来访问也好了 结果安排了一个小时的访问 结果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这过程里头 一开始我就问 部长啊 我查了一下 过去四年里头 台湾换了五个科技部部长 那时候 教育部部长还没下台 那如果 那时候已经知道叶俊荣离开的话 那么教育部更惊悚 是不是 那两年半里头换三个部长 对 这个管中民 这个一管 拔三掌 对 比这二桃 杀三世 杀三世 还要戏剧性一些 结果那天的主题 就环绕在这个事情上 陈良心明白的讲 他刚刚上手的时候的 不了解状况 中间犯了哪一些 我严厉批评的错误 以及他自己承认的 以及现在他正在 下一年的科技部的计算经费 那么这里头 他做了些什么样的调整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明白的看到 大家在学术界里头 至少我周边的人 大多数 尤其生物科学界的人 对于陈良心 其实是不满意的 因为大家都说 他把大量的经费 转到这种AI去了 那么技术研究的经济降低了 他对这个事情 有相当程度的解释跟辩驳 我也认同 他里头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不过明白的就是 一个心上手 不熟悉的政务官 叫他怎么去推动 那么一个重要的科技政策呢 然后大家又转命如此 大概几个月 一年就离开 我们混乱了 我们的方向是如何呢 当整个世界的科技潮流 是那么大步的往前迈进 明白的要如何的追寻 下一个世代的生活 有科技来补掉那些可能危险的时候 我们慌了脚了 我们没有方向 换个部长 重新再来 这个事情反复上演 教育部 科学界都是如此了 我在清华大学三十多年了 不久也要退休 我其实 亲自见证到台湾教育 跟科技上头 曾经有过的蓬勃量力的发展 对于未来 如果我们政府 再不能够安定住 政务官的任期 跟他被信任的程度的话 堪语啊 当然不只是部长 你光看 看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平均一年多一点就换一个 那最短命的 像是这21世纪以来的这18年的时间 最短命的院长是唐飞只有四个月 当然张善政是看守内阁三个多月 这不算 唐飞四个月 那在行政院长做最久的是吴敦义 吴敦义呢 两年四个月 那吴敦义也是评价最好的院长 所以他似乎在告诉你 任期的长短了 跟你的评价会有关 而绝大部分的行政院长 其实都很短命 大概都在一年上下而已 好那这种的 五日经兆的情况 你可以设想一个人 一个人即使是搬到一个新房子 或者接一份新工作 大概很简单的工作 你也大概需要个几个月 一年左右 你才会上手 何况是行政院长 你上来了之后 这么大的一个全国 全国治理的问题 一个行政部门的首长 即使再有经验 再聪明 一年左右 大概也顶多懂个皮毛而已 但是你说 你说要一年左右就要换 那部会首长 几乎全部都要跟着换 那个对于国家来讲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人才的损耗 跟一个时间上面的空转 好不过我再回头 我要问一下 这个有关于狂犬病 因为你们这期的这篇的 这个狂犬病的疫苗 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报道 不过蝙蝠到处都有 台湾也有很多的蝙蝠 那台湾的蝙蝠 难道就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感染狂犬病的疑虑吗 当然有 只是我们基础的资料太少了 投入在这个整个 台湾现况背景的研究 是不够的 以美国来说 他们大概知道 有3%左右的蝙蝠 是有代元的 那么台湾的蝙蝠 已经从幼乎宽 把病毒传到蝙蝠身上吗 有多少比例呢 我们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底下 没有足够的背景资料 你怎么发展出好的政策出来 也不能草木皆兵 看了一个蝙蝠就杀 蝙蝠有很多好处 有理由活在这个自然界里头 但是我们对他的防备 必须基于对他深入的了解 台湾现在松懈掉了 好 那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 谈的这个狂犬病的 狂犬病的病毒 让狂犬病的病毒改邪归正 这个怎么做 然后他可以用来做神经回路的测试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这几年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 对于人脑结构的了解 那么一个热潮 投入的研究经费 都是用几亿几十亿美金的规格 尤其是中国大陆 引发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人脑的解突破计划 我们的脑子里头 有上千亿个细胞 那这些细胞彼此之间的连结 决定了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创新 我们对于这世间的了解 那么每个细胞彼此之间的关系 相对的位置重要的不得了 所以这叫脑图谱计划 脑图谱计划 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 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把这些细胞彼此之间的关系 弄清楚了 你还是不能够直接了解 我们对神经传递的途径 跟每一个事件的回路是如何 回路很重要 就好像屋子里头 电线是怎么布局的 那就是回路 那神经细胞的回路 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 接力的这样子传递 那狂犬病病毒呢 正好可以介入这个解密的钥匙 因为它入侵的途径 就是从周边神经系统 一个神经一个神经的 最后危害到脑子里头去 狂犬病感染了是脑子坏了 那因为病毒入侵脑 那病毒入侵脑子 它需要先进入第一个细胞 然后在里头繁殖 繁殖了以后 再侵入第二个细胞 藉由它这个特性 我们就可以专一性的去了解 每一个神经回路 到底是怎么串联起来的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回推 理解过程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这是聪明的神经科学家 综合了好多不同背景的病毒学 来一起努力 因为在过程里头 不只是只用到狂犬病病毒 还需要有其他病毒来辅助 有些病毒去感染那种线体 有些病毒去感染不同的部位 病毒在我们身上 不是到处都在存活的 每一种特殊的病毒 进到身体里头的特殊部位 就像我们得感冒 感到冒病毒 感染呼吸系统 是不是 有些的拉筑子 那是进到消化系统的病毒 那么狂犬病毒 今天变成一个了解人世间 最神妙的一个神经回路的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工具了 那当然是去了毒的病毒吧 好 那为什么是用狂犬病毒 因为它专一性的入侵神经系统 那由入侵神经系统的途径 我们可以知道 神经彼此之间的连接是如何 好 当然这个在生物科技上面 这进到21世纪之后 几乎是爆发性的成长 其实跟AI的这种的人工的回路 几乎是同步成长的 未来机器跟生物之间的界限 其实越来越模糊了 来今天1月1号 7点钟的时段 星期二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表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就是科学人 就是李家伟教授 我们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和李家伟李教授谈 2019年的第一本的科学人杂志 好 非得木耀非得早餐 我是谭尚龙 民国108年1月1号 2019年开始了 好 那1月1号的7点钟时段 新的一年 非得早餐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科学人杂志 好 那长时间为科学人的 为这个非得早餐的听众朋友服务的 那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那也是新大声明科学系的教授 那也是 也是台湾科普领域里面的第一网红 李家伟 好 那这期的科学人杂志的这个cover story 虽然是量子物理 但是今天我们先把它放着 那在我们谈下一个单元的聚焦2018年的十大新兴科技之前 因为我在翻科学人杂志的时候 这期的科学人杂志有几个小的单元 不见得是大的主题 大篇的文章 那是我比较 我会特别感兴趣的 那我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在动物行为学上面的一条新闻 谈到吃了快乐丸 就是派对的这些毒品来摇头丸快乐丸的 章鱼产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章鱼吃了摇头丸之后 他的社交行为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虽然是小小小的一篇 另外还有一篇呢谈到呢 谈到这个就是说网路世代的忧郁 就是跟网路的使用有关的 那这也是一篇翻译文章 还有一篇呢 是我们的本土的作家林文宏写的 灵雕的神秘菜单 因为这是灵雕是台湾的 台湾的原生种的音类里面 非常神秘非常尊贵的一种 你平常看到他的机会不多 灵雕我看过一回 记得就是说他跟你看过的台湾雄鹰不一样 台湾雄鹰很漂亮很威武 然后张开翅膀的时候 这个宽度可能在一公尺以上 然后这个翅膀一张开 那个就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羽毛是带着一点点 一点点的鲜艳的 但是灵雕呢是通体黑的 灵雕你永远看了 你还容易把它当成乌鸦 他又喜欢栖息在这个树那种 就是说高大的这种的 这种的树种的最高的位置上面 所以平常看到灵雕的机会不多 这个是我们本土作家写的 就是说灵雕的神秘菜单 这些文章当然是我看了之后 我自己特别有感觉的 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的文章 可以自己找来看 来回到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那这期科学人杂志 有一个特别报道 聚焦在2018年的十大新兴科技 好我们把这十大新兴科技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在我们线上的李家伟 李教授 李教授从哪里开始 我们刚从第一项开始了 来不及谈十项 我们挑着来讨论讨论吧 第一个是扩增实镜 其实这个我不太熟悉 因为我没有玩过宝可梦 对扩增实镜就是宝可梦 就是宝可梦 你拿着手机 那么看到的是外头的真实世界 突然一个宝可梦 哪一个东西跳出来了 这就是扩增实镜 大家过去了解比较多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叫虚拟实镜 是的 是你走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现在在真实世界里头 看到数位科技创造出来的 一个虚拟的影像 出现在我们真实的周边 但是我有点经验 上次我曾经谈过 换个车子 我换的是玉龙座的车子 那叫纳智杰 我倒车的时候 会有个格子出现 告诉我 那个距离是如何 对的就你的轨迹距离都告诉你 其实那也是虚拟实镜 那也是扩充实镜 所以它在人类社会里头 出现了好几年了 不过它的前景是亮丽到不可思议 我讲个数字 去年它的产值是15亿美金 但是2020不就是明年吗 明年的产值会有1000亿美金 所以你可以想象 有多少公司 多少个行业 朝这个方向 明确知道它的前途 在快速的发展 这就是第一名的 2018年十大新兴科技 在三五年内 要改变人类生活的 就是扩正事情 等一下 这部分我要请你再补装 就我们OK玩过宝可梦的 或者你刚刚讲的 倒车雷达上面会出现的这种 就是说这种的虚拟的线条 那个线条当然不是 不是存在于真实的 你车后的情况 但是呢 那个线条是电脑 把你判断出来的 除了你的 你的车的本身的边界 以及呢 你车子如果按照 你现在方向盘的位置跟角度 如果你继续倒退的话 你大概会经过怎么样的轨迹 会碰到什么样的东西 它在提供你 甚至于现在的 现在的车 车子 虽然那个 那是有专利权的 但是专利权 我听说大概到去年 到2018年呢 就到期了 所以接下去大概 各个车厂呢 都可以使用这种专利 就是有一些车子 它本身有一种 Bird View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你车子的电脑 也没打开了之后 它有一个环景的视窗 你在启动之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那个打开 把你车子的周围 所有的状况都看一遍 那那个是要有很多的摄影机呢 去共同组成的 这听起来也是一种的扩充实境 可是你刚刚讲 从15亿到1000亿 那个是一个很巨大的跨越啊 那它会用在哪些方面 我原来也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一直到两个多礼拜之前 在广达开文教基金会 林百里看了我就拉着谈 这个AI现在的发展状况如何 我说我们的科技部 大力在推动AI啊 结果林百里换了一个脸色 说没有用了 我们最知道AI 因为我这一点我敬佩他 我记得科学人杂志在五六年前 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广大的下一个希望 在云端 那那时候他就严厉的批判 台湾政府在云端上头的投资 是走错方向的 他走的是对的 那么在一年前 我碰了他 他告诉我 你知道吗 五年前我告诉你的事情 是成真的 因为去年前年 他在云端上头 他获益至少一百亿台币 广达的盈余主要来自于云端 他今天明确的说是AI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们线上生产的那些 为Google 为那些国际大厂生产的 都是这一类的设施 他们清楚的定下了很多零件 回去以后组装起来 就变成那些大公司 在全球获利的最主要的来源 他说那量庞大的不得了 那一个先进的程度 是你们大学教授 在学校里头 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好 那就是AI 那这种的 AI就自动用到扩增视频 好 当然这个 这可能需要有点想象力 而且要科技感非常强的人 大概才容易去预判到 就是说未来的一些的 新兴科技 他可能可以运用的场域了 好 那除了这个 就是说扩充实境之外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是 是电脉冲治百病 什么叫做电脉冲 这个东西倒是悬得很 我们生病吃药嘛 就没想到下一个医疗革命 竟然是在我们身上冲上电极 治不同的病 在不同地方 拉上不同的神经 那这一来呢 就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 接着影响了免疫系统 让身体自动去治病去 那不要吃药了 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把它毒了毒了再毒 发觉这个潜力还真的不小 因为有一些我们已经知道了 像心律调节器嘛 心脏调动不正常 不就是靠这个嘛 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电药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装个人工耳啊 或者是那个Parkinson 走个不停嘛 在脑子里头放个电嘛 所以这些都是已经知道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的应用 广泛的不得了 将来在忧郁症啊 在头疼啊 将来在类似风似关节炎上头 好多种病 这些严重的慢性 都要靠通电来解决 读了读在想 其实这不跟我们的针灸很像 对呀 我就想问你说 那这不就是 听起来就像是中国人针灸的概念 但针灸以前 以前都会被怀疑啊 西医向来不太信中国这套针 针灸的药理啊 可是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这种的不管是放电 或者说是某种的这种的 小小电流的电极的概念 不就是针灸概念吗 对有一点小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的针灸都是短暂的 我曾经得了泡疹 入侵我的耳朵 在长庚医院治疗的时候 西医部不准我到中医部 但是离开病房 我就直接到中医部去了 最后我是靠中医治好的呀 我清楚的知道 我每一次去针灸 那么我脸部那种扭曲 钟楼怪人的影像的形象 就改善个一两天 但是医生只能说 我一个礼拜去两次 健保规定呢 或是如何如何 清楚的知道 针灸完了以后 那个效果是如此的彰显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它会慢慢减低它的效应 所以需要持续的累积嘛 最后一个月左右 我脸就不再歪斜了 那么这个电疗是什么意思 它根本就植入身体里头 或者是可以用 放在皮肤表面上 自动控制它的通电方式 终究在持续的摆脱这种侵入室 不过它可以比较频繁长期的刺激 针灸只有针下去的 雷沙纳在刺激 针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在身体里头留个 那么二三十分钟就得拔针了 但是下一个医疗 电脉冲制百病 就好像弄个电针在身体里头 频繁的刺激着 这个效果真可以乐观的预期 好你有没有去做过复健 现在很多的复健 其实都是用电流刺激 是啊 在一年多前 本人遇难的时候 在医院里头 也做过一些 这个服热 电刺激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 值得期待的心理医学发展 好吧 在人体通电 但是现在讲的这个电脉冲 是可能是植入了 某一些的微弱的电流 然后对于某一些的 疾病相关的这些部位 那做持续性的刺激放电 这个可能是治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式 我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个 大家大概都吃肉 吃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有人吃素是因为杀生 可是如果有一天好吧 那我们不杀生了 我们直接用干细胞去培养肉 你要培养 培养牛肉就牛肉 猪肉就猪肉 鸡肉就鸡肉 他不杀生了 都是培养出来的 而且甚至于可能可以培养出不同的部位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杀一条牛 一条牛当中有一些部位非常非常的贵 那有一些呢 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这个就是说 choice等的等级的prime choice的这个等级 因为一般的肉肉品呢 牛肉可能可以分到十个等级左右 但是以后如果是可以用这种干细胞去培养 我都可以培养很好的的 很好等级的肉啊 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吃到很好等级的肉 听起来很棒的 对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你家 我给你教授聊 好 飞的模仿飞的早餐 我是唐江东 当科技的眼镜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啊 以前可能是用 用用用这种的等 等加级速 现在是用的等比级速 甚至更快的时候的速度 十倍速呢 在发展 那我们刚刚讲的 那我们再来看的第三个 第三个是讲到 讲到吃 讲到肉 用干细胞呢 培养人造肉 让你想用美味的肉品呢 也可以不用杀生 不用破坏环境 听起来不错 可是 我不知道以后 当你知道你 你吃的肉呢 是用这种方式培养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吃起来 有点异样的感觉 那这跟我们在 有些人在抗拒 所谓的所谓的基改 基改作物 觉得基改的黄豆 我不要吃 基改的玉米 我不要吃 它是不是会引发 另外一种的 一种的在食物正义上面的质疑呢 暂时不会 因为它还是贵的不得了 只有少数人吃得起 在五年前 科学人杂志 第一次关切到人造肉的时候 大家都清楚了解 哎呀 遥不可及了 因为那时候造成噱头 世界各媒体都在宣传说 人造肉已经时代来临了 仔细去问 那个成本多高 你想想 那个汉堡用的肉 花了三十万美金呢 是九百万台币做出来的 谁吃得了那一口呢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 科学进步到这样子的速度 在去年 那一块肉 只要六百美金了 从三十万掉到六百美金 依照我们对于这种 科学发展成本快速下降的概念 当初解开我们身体的 DNA序列 花了三十亿美金 现在呢 三百块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 人造肉 以过去的发展进度 看起来 将来 不出三年 很可能 好多人都吃得起了 那就像你说的 到底是 藏鲜满足快感呢 还是 有那么一点 罪恶感呢 还是 有那么一些 对于 生物科技的 不可测的那种 危险感呢 这个 可以讨论讨论 对啊 你吃过 树鸡树鸭 你都吃过 当然吃过啊 但是那就是 就是明明明明 明明你还是喜欢吃某一种 某一种 有动物形体的东西 但是呢 你又觉得那杀生不好 所以又把它做 做成那个样子 这是许多在吃素 跟素食时候的 这种心理上的矛盾 但是这种的人造肉 以前我们讲的人造肉 是指于说 那个肉是假的 它 它 它是用了其他的 这种的合成的方式处理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人造肉呢 是用这种的 用干细胞 用这种的基因的技术呢 所培养出来的肉品 将来可能会大量的培养 那以后 如果都培养出 很好部位的肉品的话 那牛排就不用这么贵了 牛排不用这么贵 这是一方面考量 它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 或许有时候会走上 不可避免的一条路子的选择的时候 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了解 美国澳洲 怎么去生产那些 大量便宜的肉的时候 你就得解 这个事情对环境是友善的了 因为那个超级大的牧场 比如送进了多少 从遥远地方送进来的骨子 然后那里所产生的粪便 以及排放出来的甲烷 那种对于 温室需要 气候变迁的一个严重威胁的 那样子的一个集体行业的时候 如果在一个干干净净 漂亮的一个大楼里头 就在完全不见光光的环境底下 那些肌肉细胞在那里 快速的分裂繁衍 然后最后变成牛排 变成汉堡 我自己不会太抗拒了 相容你 我只是 我只是想 有血的感觉 对对对 我只是想起来 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血可以加上去 可以换你颜色 所谓的火龙果的颜色 都可以用上去 对因为你将来吃到的肉 就不再是有穀物饲养了 或者什么穀粉饲养了 等于说养出来 它也不是吃草的 以后就不是再有什么草 草似牛 或者说穀物饲养的牛 再来以后 以后当你住在一个都会里面 你可能要开始想象就是说 每一栋的大楼的地下室 可能就 就是你们这栋大楼的牧场跟农场 你们这栋大楼吃的 吃的这些的生鲜的蔬菜 可能就在地下室里面培养出来的 你们这栋大楼吃的这些肉品 可能就在地下室里面养出来的 或者在你家的隔壁栋 左边的这栋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大的牧场 右边那栋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最大的农场 这些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有点惊悚 不过其实它都已经快要变成是事实了 它有点背离了我们那种原始寿性的满足跟想象 对以前以前都要到去可能我们被摆脱掉那种咬下去 还带着血肉的那种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都都会有都会有蛮大的改变 就是你的你的餐饮的习惯以及以及内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 对于食物不管是植物或者是动物的那个植物的感受 可能都要因此而改变 好那这些科学人杂志里面的十大科学新闻里面 呃就是说的十大科技里面还包括了数位助理 像是这种的C-Siri它会越来会快速的演进 那越来能够提供你越来越多的助理的服务 包括你新买的车 你新买的车呢这些呢车用的声控系统 它其实已经已经几乎可以帮你呢帮你操控车子 还有细胞的治疗也可能快要变成是真的 AI的加速的分子设计先进的诊断会让医疗更精准 还有基因驱动还有这这这这电浆子找毒素等等 好这有有的我实在是不懂 不过这些呢你都可以在科学人杂志里面呢 找到非常精彩的内容跟导读 感谢在2019年民国108年1月1号的七点钟时段 成为非得早餐新的一年的第一位的来宾李嘉伟李教授 李教授感谢 谢谢我们迎接更灰暗的台湾政治现实 但是我们要期待亮丽的科技发展 真的真的真的 好新年快乐感谢李教授感谢 好这一年还在麻烦 我们进广告回头新闻